文运小强 速读援助 故事要从一名被誉为应试指导之神的男人讲起 他的名字叫做伍石兰 在高中补习界伍石兰是个传奇人物 因为他所经营的辅导班中 有九成学生能考上东京大学 凭借独特的教学理念和夸张的录取率 伍石兰名声大噪 源源不断的财富也随着而来 然而就在今年 这个事业如日中天的男人 却惨遭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高考放榜的次日 伍石兰被医院诊断为癌症丸期 东大医学出身的他指导 这就代表着 无论他有多少财富 都无法延长逐渐缩短的生命线 想到自己多年的努力 如今被一直诊断化为泡影 伍石兰气冲冲地离开了医院 在超市买东西时 暴躁的他还迁怒于一个女孩 仅仅是因为对方为了节省税前 耽误了他的结算时间 当时的伍石兰还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的日子 将会和这个女孩 在彼此拯救中度过 几天的自我否定后 伍石兰终于接受了现实 朋友劝慰他 既然无法改变生命长度 那么就延长精气神 提高时间密度吧 想来这理念 还是伍石兰又来教导学生的 却不曾想到 当前情况下 身为老师的自己 竟是如此难以执行 提高效率需要目标 可如今的他 哪里还有追求 原本希望帮失忆孩子 获得重生的梦想 早就粉碎在了 金钱的重压之下 人一旦没了事做 一天就只能是一天 几番思量无果后 深感颓废的伍石兰 决定去放纵一下 不知是不是命运捉弄 特殊会所里 伍石兰等来的 竟是曾在超市偶遇的 那个女孩 因为之前的纠割 两人再次扮起嘴来 谁料 曾经伶牙俐齿的少女 这次却因她的嘲讽 而失声纵哭 见此 伍石兰忙手足 无措的安慰道 我只是装作客人 实际从事的 是让失足少女 重生的工作 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何沦落至此 说到这 伍石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让处境艰难的孩子 获得新生 不正是自己的初心吗 那么将这个女孩 送进东大 对于她和自己而言 都将是一种希望啊 正当伍石兰 因找到目标 而难掩激动时 女孩早已在 惊诧中陷入回忆 她无法回答对方的问题 毕竟 那是一段 难以启齿的 金心往事 女孩名叫远藤真继 是一名辍学的高中生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真继的幸福时光 简直少得可怜 父母离异后 她便跟随母亲 千只子一起生活 然而千只子并不顾家 相比照顾女儿 她大多时间 都在花天酒地 为了谋多地宝 她挥霍了所有的存款 为了玩乐 她欠下了不少债务 为了省钱 她让真继退学 在千只子的一手操办下 真继本就漆黑的未来 变得经济密布 但即便命运如此苛刻 真继也依然乐观坚强 她在快递战 打零工赚钱 只为了男朋友 熊泰的一句话 攒够二十万就结婚 可真继哪会料到 家境优伙的熊泰 之所以会这么说 完全是为了 名正言顺地戏弄她 所以在她昨日 达成目标去找熊泰时 得到的只是 对方的嘲讽和泄露 从熊泰学校离开后 深受打击的真继 茫然无措 如今她竟找不出 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自从父母离异 她就因自暴自弃 再没交过朋友 唯一疼爱自己的外婆 也在前几年因病去世 思来想去 真继发现 自己只剩一条出路 父亲 然而等她来到公寓时 才发现 一直用邮件 鼓励她的父亲 早已有了新的妻儿 那一刻 真继的肩墙彻底崩溃 回到家的她 昏昏噩噩 直到债主上门追款 才清醒过来 既然生活无望 倒不如找个 来钱快的工作 还清债务 有了这个想法后 心灰意冷的真继 便来到了这儿 正当真继陷入回忆时 武士兰的突然问话 瞬间让她回了神 你想不想去东大 要知道 学习的好坏不在素质 只要找对了方法 命运也会随之改变 听着对方莫名其妙的话 真继的希望 逐渐冷了下来 似乎早已料到少女的反应 武士兰没有再说 她拿出钱和字条 递给真继 说了句 等她回信 便离开了 握着写有电话号码的字条 真继突然觉得 一切的地步 次日 真继便跟随武士兰 来到了一家餐馆 看着递过来的试题 真继的怀疑终于退去 虽然昨夜 她按捺不住好奇 给武士兰打了电话 但她还是不相信 连高一都没念完的自己 能考上东京大学 为了全力辅导真继 武士兰也在昨晚 将补习班托付给了合伙人 但对于真继 能否真的达成目标 她也不敢保证 就在这种自我怀疑 却彼此信任的情况下 武士兰和真继 开启了一场高考翻身大戏 阶段一 避过的高中认定考试 在摸清对方的程度后 武士兰决定 从小学开始查却不漏 她递给真继 几本习题册 和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要领一 弄清自己的水平 为了让真继 对学习产生兴趣 武士兰给她算了笔账 就目前来看 真继一辈子的收入 也不过七千万日元 但如果她花 两千个小时学习 考上东大 那么终生收入 就会达到五 也就是说 浙江市场实心二十万的打工 武士兰的一套理论 让真继颇为震惊 也因此 她彻底信服了这位大叔 在那次辅导后 真继每天都会拿出 一定时间学习 每当坚持不住时 她就会默念 实心二十万 如果真的碰到 难以解决的问题 她便会约出武士兰 在答疑解惑的同时 她还能从对方身上 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感觉 在武士兰的悉心辅导下 真继顺利通过了高任考试 阶段二 坎坷的中心模拟考试 高任考试后 真继对武士兰更加依赖 哪怕对方制定的计划 十分冗长 她也会严格执行 只是很快 她的学习中 就出现了一个巨大阻碍 那就是妈妈 在距离高考还有半年时 千只子给真继找了个 陪酒的工作 在千只子看来 女儿考学根本是异想天开 打击之余 她还坚称武士兰迟早会放弃真继 这便导致后来每次见面时 害怕被抛弃的真继 都要给对方500日元 以作为下次见面的约定 虽然真继并不想工作 但却架不住妈妈的声拉硬转 无奈去了一天后 她便在当晚辞了职 真继的擅自做主 彻底惹怒了千只子 她不仅收缴了真继的全部积蓄 还抓着不久前的魔考成绩 落井下石 看着成绩单上大大的意 压抑已久的真继 终于落下泪来 第二天 真继将武士兰约了出来 心灰意冷的她决定 结束这场闹剧 为了让对方死心 她还拿来了魔考的成绩单 看着恼怒的真继 武士兰一边分析了试卷 一边告诉她 还有哪里可以提升 其实她早就料到 真继会因得了异等而闹脾气 听着耳边温柔的声音 真继的泪水再也止不住 或许她真的能考得上 但这太勉强了 她和那些能一直学习的幸福学生不一样 在真继断断续续的诉说中 武士兰终于明白 是家里出了问题 为了让真继安心学习 武士兰带她来到了自己的旧公园 就是在这儿 环顾着落满灰尘的房间 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学生名单前 象征着考上东大的墙威 虽然历经苍三 但依旧能看出当年的名艳 最后的复习时光 她决定在大叔诞生梦想的地步进行 阶段三 背水一战的高考 搬到武士兰的公寓后 真继的效力突飞猛进 她严格遵循武士兰的备考要领 将四十多条教导熟记于心 直到武士兰邀请她过平安夜 这场持续处于紧张状态的学习 才得以还记 应真继的要求 二人来到了游乐场 摩天轮上 圣诞节的灯饰血历夺目 坐在武士兰的身边 真继格外安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叔成了在外婆叙事后 唯一能让她依赖的人 看着沉溺于欢乐气氛的真继 武士兰压着发倒的双腿 欲言又止 其实早在高任考试后 她的身体就有了症状 一直以来 她都在用马飞缓解疼痛 随着摩天轮缓缓升高 武士兰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陷入黑暗前 她的耳边只剩下真继 焦急的呼喊 在那次昏迷后 武士兰便住进了医院 她谎称只是简单检查 不准真继经常探望 在武士兰的要求下 对其完全信任的真继 便一直待在家中作题 因为她知道 考上东大不仅是自己的目标 也是大叔一直以来的希望 高考那天 真继独自一人来到东大营站 站在西来人往的大门外 她一遍遍读着武士兰的备考卡片 备考要领三十六 从自己会的心情做起 备考要领三十九 每做完十道题就要填图 熟悉的字迹让她十分心安 也因此 她的考试过程还算顺利 在结束凌晨一响 真继便迫不及待地 去进行她期盼已久的探望 可等她到了医院 见到的却是急诊医生 在大叔病房进进出出的场面 正当真继因此慌神时 一个医生向她走来 真继这才得知 早在遇见自己前 武士兰就已罹患癌症 顷刻间真继所有的喜悦 尽数消失 她不敢追问病情 只是含着眼泪 塞给医生五百日元 叮嘱她交给武士兰后 转身离开 最后阶段 东大放榜 三月十号 看过榜单的真继 兴冲冲地跑去医院 时隔多日 她终于有勇气 推开病房大门 我考上了 然而回应真继的 却是空无一人的静谜 床头柜上摆着的信和卡片 像是在无声诉说着 这次大叔失约了 从庞然代彼的信中 真继了解到 大叔在两日前去世 他走的时候很平静 还想对他说 辛苦了 瞬间 泪水尽失信使 真继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认为最幸福的事 到头来 却化为了最大的不幸 卡片是大叔本人写的 虽然他的字已经哆哆措措 但真继依然能读出 其中的嘱托 背考要领最后一条 终点即是下一个起点 泪眼朦胧间 真继看到墙上一朵 新红的蔷薇花 后面正写着 文科二类 远藤真继 4月11号 真继穿着五十蓝 曾给他买的衣服 参加开学典礼 孤身一人的他 昂首阔步 没有半点的失落和不安 因为他相信 此刻 那个在他未来路上 铺住鲜花的人 就在自己身边 这家人的一家人 最后一家人的一家人 就在那儿 从小来 这家人的一家人 这家人的一家人